我進去昌平里的途中就見到這裡有一間學校 叫做月明學校 這個校舍 我看這些格局都很久歷史了 估計這座校舍都是老窄 不過我從校舍正面的二樓 那個圍欄上面 就是1978年 是翻新改造還是成立這間學校 我估計上年多很多人都在讀過書的村子 現在就荒廢了 但是這座校舍很特別 長方形的矮矮兩層 這座校舍旁邊還有一個王氏老人堂 各位朋友各位網友 今天我帶大家來參觀 港海鎮下面的這條昌平村 這個村子沒有牌坊 不過村口這個鎮村石 泰山石這麼多 雕刻著三個塗了紅油的字 是昌平村 這座校舍旁邊還有一片田野風光 今天的天氣最適合就是 鄉村遊和拍攝這些田野風光 走入昌平村看看 一進來這裡外邊就曬到啤酒 一進來這裡古樹參天 這些古樹都長了 真是有百多年的樹齡 榕樹竹林 青磚老宅 這一座公廁公共衛生間 這個公共衛生間 上面有一個公德牌匾 原來這座廁所都是海外華僑中親 鑽見的 不過都有成三四十年的歷史 是1989年10月 海外華僑中親鑽見 為善即得 沒錯 這個公廁就不是阿樂水塘那裏 由於時間很久 都顯得很殘舊 在台山這裏真是華僑 連廁所都出錢做了 不要說收橋補路 學校啊 有兒院啊 養老院啊 圖書館啊 文化樓啊 很多都是 旅居海外的 台山 華僑出錢 是很興建的 聽見的 這個窗坪村很美啊 環境 你在城市住得很久 有空下來這些鄉村 參觀遊覽 心情都特別不同 來啊 綠樹 水塘 藍天白雲 對面那座新樓 我估計都是窗坪村的文化樓 村民都跟我說了 文化樓啊 可能最近十年八年起的 是呀 好美啊 這條村 哇 這些生態環境一流啊 是啊 就是 有些什麼 製造那些 裝修一下 看見舒服很多 那些 電也是太陽能的 好乾淨啊 這條村 好乾淨啊 是啊 以前更乾淨 現在請那個 葛衛生那個 收一下不收一下 只是收一下 骨頭都沒有收到 以前那個 都算不錯了 現在的雞 都不放出來 看見乾淨很多 是呀 哈哈 以前的雞放出來 很多雞屎 所以 周地雞屎 是呀 小朋友見過 在家裡有牛屎 都不回鄉了 現在 牛都沒有隻了 雞都溫溫了 所以 阿聖你座樓都 很久歷史了 很久歷史的 以前是 好像那些樓仔 以前起的 有幾層 後來我們 翻身 做 即是再加件了 即是再做多一層 好舒服呀 真的舒服呀 大很多 是呀 以前那些 姑姑 她說 她回到來都沒有 鋪床 整家一層 一層 多幾個房 多三個房 那她的房子 便有 謝謝你呀 不用不用 嘩 旁邊這座鋪樓 很久了 這座鋪樓 以前打賊樓 打賊樓 打賊樓 即是村裡的 直更樓 嘩 這些是古獨 這些 文物來的 這座 直更樓 也是鋪樓 有窗戒 很樸素 很普通 這座鋪樓 很普通 這些村民在老宅的基礎上翻身 那些村民在老宅的基礎上翻身 或者是家見 那些村民 這座 有一個 神位 社職神位 這座 倡平文化樓 正門口 二樓 有一個叫做 耀方堂 這座 這座 有一個 横扁 1990年 立的 又是海外中親捐獻 愛鄉情深 今造福桑子 講出華僑的心聲 可能這個 水塘 包括這個 曬谷牆 估計 昌平里的華僑都有錢 都有份出錢 翻身改造 這座 昌平里 裏面 有一座 很美麗的私人別墅 這座別墅 建得真是 高大上 這座 周邊 用 藍色的琉璃牙 紅腸 圍住 一個獨立的小花園 走過來 這座別墅的正殿 拍一拍 真是很美 花園裡面 種滿了雞蛋花 杜鵑 花 杜鵑 原來這邊還有一塊 石刻著昌平里 昌平里 從南邊 北邊都有一個出入口 整個昌平里 都是 坐西向東的 今天 我過來 台山廣海 越名村 昌平村 昌平村 的拍攝就到這裡 十分多謝 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希望大家繼續 訂閱 分享我的頻道 拜拜 好